大家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生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天台释教遗迹教灌刚中和说 各位必求你 各位撒咪 各位撒咪 各位居士 大家奥尼佛 奥尼佛 奥尼佛 我们上一堂课 跟大家谈到说 虽然我们已经知道 怎么样观圆那个境来观 所谓的慈悲 慈悲与乐 但是有没有办法真实去突破到 上乐与上怨 反而导过来 下乐中乐给 中乐与上亲 下乐与中亲 却会这样观 这个是一种练习 练习你呢 也不能叫做混乱 叫做让他轻重的呼唤 最与我情感恩义最重 我给予低阶的乐 而怨恼最深的 我给予高阶的乐 那么这乐是我们自己心里明白的 真正这样的乐 但却会给 就要观察这个给予 那么声闻叫法呢 基本上是就仅止于观想 这个观想有没有作用 有的 这个观想的作用就是 在于你对那个怨亲起撑的时候 那么呢 因为有这个 娱乐的习惯 跟所谓的观察经验 把这个经验立即恢复 那就也降服了那个撑 为什么 那是敌啊 就是相对待的 你要与他乐 就不会对他起撑了 所以说这叫远敌 敬的敌就是那个什么 贪爱 那那敬敌 那你说敬敌贪爱 我可不可以来饮症止渴一下 我对他起恨 与其起恨起撑 不如我来爱他 这样就不会起撑了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就声闻法当中不可以 大圣法呢 当然也不可以 但是呢 在善巧的运用当中啊 这个 我们到底是不是 可以偷用一下 或者是说 转用一下 就大圣法来讲 有可能 那在声闻法当中 是其其以为不可 为什么 因为他重在解脱 只要有他 诶 我问你哦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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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 去了一个 去了一个 一个 一个一个烂人 来了一个恶人 那还是一样很恐怖啊 是不是这样子啊 我就是要解脱 那贪爱 贪爱所生的解脱 就在刚刚前面 就在不静观当中 我去做消福了 我怎么可能再用贪爱呢 是不是这样子啊 那贪爱 虽然起身是不对啦 那我用贪爱来治 那不就是又跳回原来的那个 多贪众生不静观 那个多贪那里去了 那这样还得了 就他的解脱意义上来讲 是不可以的 但是呢 就对大乘佛法来说 他的善巧方便 你就很难一贯之 为什么 因为他宁可牺牲自己啊 他不伤害众生呢 那当然贪爱也一定是伤害众生 可是就以撑恼杀害 这件事情来说 他宁可让他不差害 不杀害还好一点 不然会结下那种 那种生命的冤仇啊 可能对他来讲会更加不当 不过这个也是出格的菩萨才在用的啦 那么我们可以在传记当中 偶尔会看到这一类的做法 你比如说 世尊在本身故事当中 他也不是每一次都出家 他还会视线什么 在家人 那视线在家人的时候呢 他对那个周边的人呢 就非常的善巧度化 这些度化 你可以抽样的说 都是善的 其实人的生活是这么的复杂 你很难说里头没有撑恼 但是撑恼他也不怎么样 他也不舍弃 他还是学着去爱 是这样 那又由那个爱去转 去去转出未来的善缘 是这个意思 所以因此这个呢 我们基本上不建议考虑 不建议考虑 那森文人就绝对不考虑了 森文人 你的贪爱你就要断掉了 你怎么就要再用贪爱来 反过来自称呢 不可能 只是说我们在轻易道路里有看到 显然贪爱是称的大敌 不是 是那个什么 是那个 是那个怨的大敌 因为他很近 很容易让你看出来 他容易让人误认为 那是在私娱乐 所以这更加危险 你看他把他当敌人 所以可见 就森文法来说 五世纪的这个轻性道论 是几乎是断然的把它当作是不可用的 这样听懂吗 是这样 好 我们这样都清楚了 接着我们来看看 辅行里头的补这一段 补啊 而补也是一样 辅行 会 补 辅弘记 那个补 补 那个补 这个补 那补呢 他说 辅行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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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辅行是指 摩尔子官辅行 辅行 辅行九州者 他 他讲的是九州 为初修实令 前面就不讲了 他直接就下手讲说 如果你要修分别修的话 你要一意修 一念修 就是一切众生与一乐 与泄托乐 或者是成佛乐 菩萨乐 这样子 那 这个什么呢 这个 辅行当中用九州来行 他就是把中 中人开做什么 上中下 一样开做上中下 所以说 上亲 中亲 下亲 上 上中人 中中人 下中人 以及 上愿者 下愿者 中愿者 上愿者 这样就九州 他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九州是这样 但是修法不太一样 修法不太一样 他 令上亲人得与下乐 赤修令上亲得与中乐 中亲得与下乐 赤修令上亲得与上乐 中亲得与中乐 下心得与下乐 赤修令中亲得与上乐 下心得与中乐 中人得与下乐 哇 看图就知道了 讲到这样 整个都乱掉 心中有个图你就弄清楚了 来我们来看这个图 图在这里 九州 复兴里头用的是九州 什么是九州 什么是九州 九个循环 他仍然 是以上乐给谁 来作为标示的 你看到没有 来 为什么是周 他文字是没解释 怎么搞的 1234567 奇怪 怎么会这样 好没问题 他这个是因为单独的一个 他跟这个是一样的 好 他在什么样 他是怎么样做呢 他是说 你看 第一周 只修下 单独修一样 什么意思 下乐 给上亲 什么意思 就是有一种人 天生 不念恩 容易起称 容易起称的人 一定跟念恩 是相对的 怎么说 没一个人对我好 我就对人都没了 不认为有人对我好 那我就对所有人怎么样 武装 你不是我的好人吗 你不是我的恩人吗 你不是跟我有好的吗 所以 看一切人都怎么样 不顺眼 有没有这种人 这种人你说他会给人家快乐吗 一定相对难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 这种人的第一 这种人就是最容易起称的这种人 最容易怎么样 勉强 只叫他修一个 下乐 因为终究要与乐嘛 对不对 那终究要与乐 怎么不能与苦啊 与苦 与苦就叫称了啊 对不对 所以你要叫他修慈悲法 修一个就好 妈祖 他没鬼 他总是不认为有什么好人 连他爹娘都不一定是好人 听懂吗 所以怎么办 好 拜托 拜托 你就修爹娘就好 其他人他都不爽 都不想给 所以你看 来了 第一周是怎样 而且只能给下乐 你先不先下乐 彗生的钱 他娘就好了 他什么好事都不会给你爹娘 为什么 他不习惯 他不念恩 他就是撑脑不洗 有没有 有种人有啦 有没有啦 你们应该都不是小孩子嘛 都有点生命经验嘛 有没有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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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这种人难修 不勉强他 一个 下乐就好 最轻轻的 然后给谁 给最恩的 这样勉强吧 你看看 这种人是不是业战很重 对吧 大家去对号入座 搞不好你就是哦 哈哈哈哈 看天下人每一个好人 有没有这种人 有啊 那随机杀人者都是这样子的啊 有没有 连他爹娘他都不见了 还记不记得 好几年前 有没有 有一个台湾的一个 一个随机杀人犯 后来他爹娘都不想见了 他说他恨爹娘了 还记不记得 是不是啊 郑洁嘛 就郑洁对啊 就郑洁啊 他刚开始求死刑哦 后来也怕到了 说希望不要死刑 后来到底是怎样 死了啊 啊 伏法了 对 对啊 就他 他连爹娘都不想见了 所以有 所以佛法真的厉害 他把众生早就已经看透了 他真的有这种人 不过呢 我更厉害 我把他解得出来 开玩笑啦 所以一般人会搞不清楚 为什么会这一条会这样 会怎么会 会怎么会有一个 会有一个第一周 会有一个下 下乐给上亲的 有啊 我告诉你 对正洁那种人啊 连这个都难修 有没有 但是他要下手修 也只能修这个 有没有道理 有没有道理 大概兄弟他不会 甩了啦 因为他连爹娘都不甩了嘛 大概就剩下爹娘 唯一 能让他想想办法说 为了爹娘你 你能不能不要做坏事 这样就叫下乐了 我不做坏事就是给爹娘夸心了 对不对 有没有道理 就这样修 那但是呢 这是修道人呢 如果修道人也搞成这样 有没有这种人 修罗人 修罗性的人 我就跟你讲嘛 我就有这种学生 不是现在了 就有这种学生 你不要再问我什么时代了 这样都猜得出来 因为男众就没几个 猜得出来 你不要问我 但是不是现在 他就忧愁不喜 哪怕是长老找他 就出席个什么 去应供 吃饭拿红包哦 他都还会忧愁不喜 你说你这人你是怎么 这真的是这样呢 所有同学看他都敬而远之 但对不起 他有缘出家 你看他就是可以做修道人 你看看 所以他真的就大概只能修这个 下乐与上亲 这样听得懂啊 所以人间百态 好 那第二周呢 第二周进步一点 开始修两样了 看到没有 开始修两样了 上乐跟什么乐 下乐跟什么乐 跟中乐 他不会上乐的啦 一定是从下乐修到中乐 跟往上去 你懂吗 他修两样一定不会修上乐 你想也知道 逻辑很清楚 对不对 怎么 这后来就不开心 不开心 你要叫他拿大乐给人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让他拿大乐给人家 有没有道理 有没有道理啊 有哦 是不是 因为这种人不会感觉到乐是什么 你跟他讲大乐他哪里会感受 换句话说 佛菩萨的乐他永远感受不到 勉强是什么乐 饮食乐 清净乐 没人吵的任何乐 都不要理我 都不要跟我讲话 这样子 有没有 有没有这种可能 所以他只能给中乐跟下乐 才也知道 是不是 你自己看 那个图表 是不是中乐跟下乐 是不是 再往上修三个的时候 才能够修什么 修三种乐 后面呢 程度高 你想也知道 开始丢掉下乐 懂吗 一定是上乐跟中乐 你像不像心 第八 你自己看 我猜应该是 第八 你自己看 是不是 是不是中乐跟上乐 是不是 我猜一下 对 你看 中乐跟上乐 为什么 因为程度高啊 我这么有 我这么念恩 愿意给人家乐的人 怎么可能给你下乐呢 该开始 至少也要给中乐 我如果修二乐的话 我至少给两个 中乐跟上乐 对不对 那如果我只给一种乐 我的程度 一定只给什么乐 上乐 我程度高了嘛 程度低 只能给下乐 程度高 就开始只给上乐 有没有道理 所以 越给人家快乐的人 那种人真的就是 怎么样 程度越高 当然这种快乐 是世间快乐 跟初世间快乐 都算在内 人家说如木春风 有没有 就这样 是不是很明显 所以你看哦 修一 再修二 再修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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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修二 再修一 这样子一个一个一个 多到少 多 然后更多 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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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然后少 更少 那好了 那为什么他要变成少 因为他忍不住的 很有悲心的 只愿意给众生大乐 什么乐都不想给 有这种人吗 有没有 那你说这样他不善巧 不 他是善巧 这个里头的大乐是含的中乐小乐 但他最终一定给你大乐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说 今天某人 他连饭都没得吃 他先给你饭吃 他陪着你 看你有饭吃了 开始教你佛法 你不想修行 他就陪着你玩 玩到哪里 他陪着你修行 一路陪到你成佛 他就是只愿意给你成佛 没达目的 绝不停止 菩萨是这样 高阶菩萨是这样 这样懂吗 不过呢 如果是修僧文呢 都不是这样 修僧文目的就不是这个 修僧文目的是 他就很容易起撑嘛 什么都修不起来嘛 就让他下乐对上亲 修到最后呢 修到最后的时候 他要歇息 所以他只给上乐 给一个什么 上愿 他完成了之后 他就再 他就安心了 连这个都修得成的话 天下没有人让他挤身心 他就安稳了 生文人是这样的看 所以他越修越少 干嘛 不用劳累了 我只要保证 能够上乐给上亲 我什么都能给 就够了 是这样 不是说因为我只能 而不是 而不是 是说我这样就够了 我这样就够了 神文人的态度 跟大圣人态度不同 所以你就看出来是这样 那这样子修法 逻辑上面 我们再问 逻辑上面完不完整 完整 为什么 最糟糕的 能修的最糟糕的 就是 什么乐都给不了 只能给小乐 什么人都给不了 只能给一个上亲 这最糟糕的一种 有没有 他完成了 对不对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就这个人 第一周的人 有没有 是不是这样子啊 那最 最有能耐的人是 什么乐都不给 我只给上乐 什么人我都能给 包括给什么 上乐我都能给 对不对 这种人的程度最高在这里 所以逻辑上他都很完整 所以佛教在思维事情 但是很有逻辑的 有了这两端了 慢慢进步的 就看出来了 有没有 接着就是用平移的方法 跟前面一样 是平移了 有没有 每三个三个平移 是不是啊 来看 你看 第二阶 他就是开始给中乐跟下乐 因为没有上乐 到了第三阶 开始可以给上乐 可以给上乐 你看 上乐当然要给上亲 是不是 程度能力就这样而已 对不对 第三阶 到了第二 第四阶 上乐应该可以给中亲 你相不相信 看到了没有 有没有看到 跟之前的意思一样 开始往前挪了 有没有 逻辑又一样 所以根本不用死背 这个图不用死背 闭了眼睛开始 你就可以写得出来了 你把逻辑抓对就好 我们物理系的专门在学这种 抓原则 找原则 找规律 然后把规律换算成什么呢 换算成方程式 方程式就是一种规律的概念 A等于B 这两边是怎么等于 他在抓这个 所以我们马上看出来 马上就看出来怎样 他这个规律 中间这些规律是一致的 中间这些规律是一致的 是跟前面那个 这个 C弦是一样的 是这样 好 那接着呢 第五周 第五周一定就又往前挪 来看他的上乐给谁 第五周的上乐开始给下亲 有没有 那第六周显然一定是上乐给中人了 你就开始看到了 有没有看到 然后接着呢 上乐给下院了 你看到没有 那接着呢 上乐再往下一个 上乐一定给中院了 有没有 看到 但是到第八的时候 他开始收尾 开始收尾 那为什么在第八要收尾 为什么要九周 为什么要九周 这里头 很有意思的说 他这个中人 在这里的这个中人 他没有把他分三个 你有注意到 中人没有分三个 他实际上真正在分的是因为头尾多出来 切出来而已 这个很特别 那我们来看看 哎呦 糟糕糕 弄错个了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文字 总而言之 他的九周 虽然说辅行当中 分人 中人他还是有 我们来看 没有 在辅行当中的中人 他正在修的时候 就他文字上所看 中人并没有分 中中上中下中 并没有 在修的时候 他并没有这样做 你看 我们怎么说来 我们看来这里 你看 中 先过中人 你看 下轻于中乐 中人得于下乐 自修 令下轻于上乐 中人又是中人 有没有看到 都是中人 没有说中中 下中人 中中人 上中人 没有 然后再看 自修 这个第二个中人 令自修 令中人 又是一个中人 三个中人 有没有看到 三个中人 理论上应该是上中 中中下中 对吧 没有 他还是说中人 所以他的这个九周 跟中人 跟中人分三类 没有关系 好 那问题是前面有提到 我们前面有提到说 中人其实可以分三类的 那为什么这里头 在修的时候 却没有用 理由很简单 这三类人 这三类人既然叫中 他不亲不怨 我给予乐 主要是基于亲跟怨在分别 虽然中人也可以分三类 中人就是路人甲的意思 以后我看起来他帅帅的 我觉得更加亲切一点 但他终究没跟你关系 没跟你关系 你与不与乐 基本上 当然细节上说 或许对某些人来讲 也会觉得有关系 但是这里头去凡就减 他并没有在这里头分三类 没有 我是第一 第二 那为什么他会分成这九种 分成这九种 是这样 极端的人 再怎么极端的人 当他要修慈悲 是他有心要修慈悲 对吧 他要不修 什么都没提 可见这个怎么极端 只是他个人业脑极端 但在概念上 他是愿意修断 不要讲修断 修福那个称心的 对不对 那称心要福 最起码要拿出一个乐 来给人家 对吧 是不是 所谓一乐 但是他因为称心容易起 不容易起 恩念 不容易起善念 所以他的称心 他要治那个称心的最难的一种人 就是能够给一个最低的乐 然后给一个最亲的人 哈哈 是不是这样子啊 比如说这样讲 你很吝啬 现在灰树不在 我们偷偷说他的坏话 你跟他化缘什么 真的化缘不来 我一直很暗示 从暗示说到明示 是这样子 是这样子 明示说到三立 这样子 说到华视 华视说到三立 这样子 一路说到底 他不动 无动于哀 结果呢 前几天 他跟我说 他要去银行 那几天我问他说 你找殷树陪你去银行干什么 我说那个 我娘说那个养老院 说要帮忙护卷 我爹说要怎样怎样 你看 他爹他娘 他就拿出来 你有没有看到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趁他不在 说一点那个 所以你看 这个乐他拿得出来 给爹娘 我说你好歹买个瓦 是不是 要不就是 嫌太便宜 要不就买一个斗拱 斗拱现在缺人家捐钱 无动于哀 好像没听到 我就这样 诸位 所以说给爹娘舍得 这一般人做得到 我还是以爹娘当上亲 古人还是没有把上亲等同爹娘 就是上亲 所以你自己对号入座 看谁是你的上亲 不过我们在想 人间什么是上亲 除了爹娘以外 还有谁有没有可能上亲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吗 有没有可能 有啊 我觉得有可能 夫妻 有没有可能 救命恩人 是不是这样子啊 救命恩人 夫妻 是这样 是的 所以血缘也不一定是第一上亲 我就是啊 我也很坦白讲啊 我的养父母才是上亲的 生父母大概就是中亲 这勉强不来的 勉强不来 我也很坦诚啊 这人没友好 你要这样说我也没办法 人性就这样 有什么办法 假装也没有用 也没意思 不过我是觉得 我对我生父母 应该也没有什么缺 因为我也不能显得太亲密 你懂吗 为什么 因为人家有真正的儿女在旁边 是不是这样子啊 尤其是他们都有遗产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我也不能表现得太 是不是 人家会担心 不好意思啊 没有担心啊 我不想要这样 有这种意外 是这样 好 那 人性就是这样子 好 所以说你知道 所以你看看在逻辑上 第一个 最糟的人只给一种乐 对吧 那烧好一点当三乐嘛 你的烧好 怎么表现烧好 就给两乐就是烧好 对不对 那给你两种乐 下乐跟中乐 多一个中乐 可不可以 可以 所以这里这样 那你说再好一点 再好一点一定要进到三种乐了啊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 一路一定是这样 一乐 两乐 三乐 三乐之后 都比它好 怎么会少于三乐呢 所以一路都到三乐了嘛 对不对 好 所以前面一接着二接着三很合理 逻辑上就很合理了 现在我就问 那后面为什么降成二 降成一 也很合理 怎么说 有一种能修的程度很高 三接的乐 第三种下乐 老是不给 我只给两种乐 给人 有没有可能 程度很高嘛 是不是 所以 从三 进入到二乐的时候 它是上乐跟中乐才给 这程度很高 那接着再问 那为什么是 在第八个人才产生这样 因为你看逻辑排比嘛 三 三 往下挪 往下挪 你再不从八开始 没有对象让你失乐了 对不对 对不对 因为下院已经 上院已经到底了 是不是 所以嘛 一定要从八开始 一定要从八开始 所以逻辑太严密了 太厉害了 古人 你这样可以看出来 那个逻辑是 一点都不缺 不乱的 对吧 你现在又漏掉 你要是不会有第十哦 为什么 因为上亲 中亲跟愿 你要这样挪挪挪 一路一直挪到第八 再挪不出去 一定要在第八就进入到二 进入到二 上乐跟中乐 也只能收在第九 好 第九 这个 这个人呢 就很厉害 他只给上乐 他只给上乐 是这样 在这里 他只给上乐 只给上乐 那么好 这种讲解都没有在本文里头 你有没有看到 我刚刚这种讲法都没有在本文里 对不对 但是本文没解释 你就觉得这样过了吗 这就是我们读佛经 读古书 不能轻易让它过 古人讲叫做 余不可疑处有疑 这明明就有疑 为什么呢 因为 当然这是我们读物理的人的天性 就是说 为什么是九 为什么不十 为什么不八 就好像我常常讲 我说四圣地 为什么是四 怎么不三或五 为什么四圣地 为什么不三圣地 为什么不五圣地 一定是四圣地 我说一定是四圣地 为什么 因为 因为圣地 既然是真理 真理分两类 世俗真理跟诗术的真理 真理 在讨论什么 讨论因果关系 所以一个是世俗因果 世俗因 世俗果 不是两个吗 两地 另外一个 初识的 是初识因跟初识果 也两个 合起来 二加二 多少 所以不会是三 也不会是五 逻辑也是很清楚 所以 这就意识到什么 意识到佛法的修行人 为什么古代有所谓的素论师 素论就是素木 为什么素木会刚好那样 它就是因为一定合乎一个逻辑 所以我常常讲 我说佛法 非人 非纯人本 但也有人本 人本就是含有人类逻辑概念 它是有的 不是没有 这点要大家较解 好 那么这样子很精彩的 我们已经又破解了 它这个图形的内在逻辑原因了 其实是有的 只是在文字当中没给你解释而已 没给你解释而已 那至于下面这个什么 赐修令上愿拉拉得与上乐拉 如何如何 啪啪啪啪啪这样子 你看这个图就好了 这理工得这样都乱你 为什么 你脑袋里都没那个图 你光看这个字 你根本不知道要讲什么 他其实是看这个图想写这个字的 你懂吗 你不太可能说写这个字来看才出现这个图的 不过他也就是说古德一定是先画图出来 但图一定心中先有个逻辑 只是这个逻辑我们要破解它 就是原来是这样的意思 那这样今后你的思考问题不是很清楚吗 你才真正跟古人同步 也就是古人的思考方式是怎样 那这样你就会得其意 而能够随顺 也就是说你把这样子的这一套 修起来成就了 干嘛 一切对象皆修成 一切对象皆修成 那么我说过了 我再说一遍 我说你看哦 修慈悲是对一切尽修 但是修不尽观 之前的不尽观 你看就没有 只修爱然尽修 对吧 你不可能爱一切人吗 是不是这样子啊 有缘的就这么些人 他冒出来你会贪爱的就这些人 你怎样修 所以他择敬是不一样的 这个修慈悲观不择敬的 不择敬就是说一切境界统统要了 这也意味着什么 意味咱们起称心骗一切处 所以要一切处修 才会断什么 断一切的贪爱 一切的惩怒 是这个情况 不过当然了不静观的修成 在我们记忆中 我们也曾经在 我第一次讲不静观的时候 我讲过这个道理 我说有时候修白骨观 他单修白骨观 他会修到什么程度呢 他要修到一切众生皆白骨 哇 这也漏了耶 你懂吗 搞了半天 那个爱跟不爱的通通变白骨 白骨里面就会来会去 他就变得很厌 很厌恼这个世间 所以他还要再修一个光明观 来辅助一下 不然就会太厌恼了 他看得很烦 你懂吗 都白骨里里里里里悲 飞来飞去的这样 他也不舒服 所以就过头 有没有 但是你看哦 反而修慈悲观柔软多了 慈悲喜舍 净乎不会有副作用 不静观会有 会有 会这样 是这样 不过这种所谓修行副作用这种概念 我本来是没有的 汉传佛教本来是没有这种概念 我在早年参学的时候 我参学了一个修西藏的签示法 我三天就修成了 我真的快 我还记得那个观想 要观想那个天女 脚要这样立我还观想 然后现在我想我全身就 毛细孔就起来 这里会抖动 我这里啊 所以我剃光头的时候 这里会凸凸的 是这样的 我是一根吉祥草 就这样插进去 就这样的 两天就成 就这样直接插 我是他帮我插的 很厉害 就这样插进去 所以那个时候都没有手机 我照起来一定很好笑 就真的一根吉祥草插进去 然后完了之后 那个上司就告诉我说 你要再修一个长寿法 不然修一修 就冲冲冲 不小心冲出去 就拜拜了 你懂吗 就再见了 就找死了 简单讲就是这样 所以他一年要再修一次长寿法 再把它补回来 我那时候才有这种概念说 哇 我这样 就是牵四法会牵走 然后再修一个长寿法 平衡一下 长寿法也是弥陀的法 弥陀的长寿法 一样两个法 都是牵四是牵四 就牵出去 牵四是牵四 弥陀是长寿 无量光无量寿嘛 是长寿 他修的对象是法身佛 不是报身佛 是戴天罐的弥陀佛 嗯 很有意思啊 这个是弘教的教法 你知道我们当时修那个多辛苦 你知道吗 我开一台22年的小包车 上去那个山巅上 去参加都是居士 没有一个出家人 我当年是很辛苦的 然后厕所是什么厕所 是用那个一块帆布 把地挖一挖 然后帆布就这样铺在那里 让那个大便小便就滑下去一个洞 滑下那个山沟 然后就跨两个板子 然后裤子脱下来蚊子就先钉 你别赶 你别赶 别赶 就在什么呢 就在那个竹虫 跌到哪儿 竹子就最多蚊子的人 尤其是傍晚 阿寇 他不是只有钉屁屁而已 是这样的 不要再讲下去了 就这样 然后你还在 然后最后 当然我还是日中一死 然后睡 也没地方好睡 就睡在我那个什么 那个包车那里 小包车 那个乡行车 那个玉龙的乡行车还记不记得 索尼的 他有乡行车型的 那样子 然后呢 常常开到破表 那表都泡泡去了 那样 那个马表已经早就乱掉了 这样 所以速度也搞不清楚是怎样 所以要很 当时什么都没有 GPS什么什么都没有 然后是在山上 山巅上 我要给他看上去 已经算是什么 算拿命去开的 然后中间还一天下大雨 差一点要吐石流 然后我们去的那个房子 是什么房子 人家采茶的那个公寮 三十年前 台湾的佛教徒其实很用功的 很用功 跟现在都不一样 环境那么好还闲东闲西 我们那个女众聊 不过就是有阿飘而已 就是紧张了要命 是这样子 我们还蚊子 是这样 所以说 其实那个时候我就有这个经验 说喔 他的有互补功能 修行 后来我们看白骨观的时候才也发现 声闻教法也有一个 他说他说你都修成白骨了 对啊你要让白骨放光 让他缓和 那个阴森的感觉 或者说那种 那种悲恼的 悲欺的感觉 就缓和 你知道 世尊的弟子有些不静观 后来就互相断命的 在律上有这样 世尊就怎么样去闭关 因为他知道这个业员要陷起了 挡不住 那他就闭关 他就没有责任 众生就不能够毁谤他 因为那是众生的贡业 所以你要知道 众生贡业有时候算不到师父那 但师父也没办法 师父知道怎么样 只好默然承受 要不就是去闭关去 当年释迦佛是去闭关的 是这个意思 好那么这样了解了 我们来看看他的文字 说完了之后 接下来是怎么样 这个 这结束了 所以俯行九州 所以俯行九州这个图 也很有逻辑感 这样 好接着 以上 所有的 修观的对象跟方法 基本上修完了 那接着呢 我们要结束之前 有这么一个概念 就是 就是我们上一堂课有跟大家讲的 念恩 注意啊 念不敬跟念恩 念恩是给语词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助援方法 一般来讲词就是语乐 对吧 是不是这样 那语乐的动机是什么 就是念恩 很特别 很特别 这样知道吧 文上都没提到 没提到 那么我个人 为了这个事情 我当然也去查了一些资料 音隙基本上是有 但他没有讲那么 就是我看到的文字没有讲那么白 你看看哦 古德在这方面修行的时候 他也很谨慎 他讲什么 上亲 他没有说上亲等于父母 你有没有注意到 是不是 他讲上亲 他没有直接讲父母 亲不是指亲 父母亲这个亲 不是这个亲的意思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中亲怎么说 对不对 亲兄弟叫做亲吗 不是 朋友 朋友叫下亲 他也不叫亲 叫亲友 亲友 亲友 亲是亲亲 亲友是友人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就是同好之人 如同兄弟般的 这样子同好之人 这个叫做下亲 所以注意 他谈亲 亲的对应就是恩 懂吗 亲恩亲恩 有没有 是这样 所以他是隐藏这个概念 不敬观修的是不敬 慈悲观修的是念恩 念恩产生动机 那么再来 所以 上报是重恩 夏季以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昔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 同生极乐果 那个上报 那再来 众生无边是愿度 请问为什么要度 念恩 一切众生如父如母 这是讲如 让你容易懂 其实就是报恩 当你要生气的时候 一发现前 就全部修完了 念恩 讲了那么多 最后 最后收归一个字 一个词 念恩 那么这样的情况 我就想到 我那个双胞胎弟弟 叫做黄德恩 德恩 你看他不是在念恩吗 一辈子都在念恩吗 你有没有注意到 但是 奇怪了 那难道他不起称心吗 因为他念恩是有对象的 单一对象 我们的念恩 是念一切众生恩 没对象 差别在这里 他的恩是什么恩 上帝的恩 当然很合一啦 人家这样 他的上帝的唯一恩嘛 是不是这样 那我们佛法来讲的话 是念一切众生恩 那没有吧 三宝恩不也念咩 是 但是如果你念三宝恩 不念众生恩 也念不了三宝恩 世恩当中 是一切众生恩最重 最完整 韩 什么呢 韩三宝 韩三宝 法之所以要出现于世 是因为 世尊要利益一切众生法 才出现于世 所以三宝中的法宝是这样来的 而佛出世 欲令一切众生 开示悟入 一佛称故 对不对 也是为众生来的 对不对 那生呢 生随顺佛所教 发大称菩提心 愿欲令一切众生故 而修学一切佛法 对不对 这是发菩提心 对不对 是不是也是一切众生 好恐怖啊 一切众生恩 所以说我说修一种 修一法而已 修一个人 一个众生而已 叫一切众生 什么呢 给予大乐 什么乐 欲令一切众生 皆供成佛道故 回到法华来了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所以法华当中 有没有断称的法门 法华俱一切法门 我昨天 我昨天跟我们道宋师父聊天 他不错 他有感受到这样 就念一切众生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一段文要结束的时候 我们必须种色在这里 这样讲起来一点都不复杂了 对不对 从凡到减 减到经 经而就经 不过这经在一个念恩上 有没有看到 那念恩常常 喔 我们就要讲 他有敌人 贪爱 有没有 有没有 贪爱 比如说父母 我们对父母到底是真念恩还是念贪爱 很难说喔 有没有 妈宝他可能是念贪爱喔 为什么 巴着妈妈巴着爸爸有饭吃啊 啃老族 他那个不叫孝顺耶 你都没有啊 人家 成欢西夏 不是 是啃老西夏 不是成欢西夏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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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这样 有 来 我再讲一个故事 也不是故事啊 就讲一个状态 有个妈妈 有个妈妈 在儿女 在女儿他生了一个两个三个 诶 三个还是四个女儿 齁 那四个女儿每个都好厉害 他老公枉生 那其中有个第三女儿的样子 还是第二女儿 在二十几岁的时候 人家来提亲 那他妈妈说 不准嫁 威权跑出来了 不准嫁 理由 那个男的不好 错 住太远 错 家境不好 错 要不然是什么理由 我女儿还年轻 我二十多岁我想嫁老公 你说我太年轻 我老了我嫁不出去 你要负责吗 裹不起来 这个女的呢 一天 两天 一年 两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他开始工作 工作就比一路了 工作难免会有工作成就感 成就感 你一有了成就感 这方面有成就感 就有了满足 有了满足 你就付不出时间来去 去经营感情 我们说谈恋爱 经营感情 就没有时间了 这一回生 这么一看 四十五年 一切都太万了 男人四十五岁 事业有成 老来翘 女人有二十几岁愿意嫁 女人四十五岁 哪怕你当了总统 也没人娶 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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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婚姻市场当中 就是很不平衡的 没办法 因为他有生儿育女的问题啊 三十五岁过后就叫做 唯 什么 叫做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 高龄产妇 三十五岁呢 好像是喔 你查一下 好像三十五岁就是高龄产妇了 生小孩是一个很辛苦的事啊 子宫你知道多大你知道吗 你知道多大 来等念 你知道多大 你生过小孩啊 不是你自己怀孕啦 我知道啦 子宫在没有生小孩的时候 你知道子宫有多大 一只水梨大而已 女生的子宫这么大 他可以摆下一个 小孩子生下几公斤 三四之间啦 三四千公斤 三四千公斤 就三 不要说了 就是三公斤到四公斤之间 你知道有手有脚 还在那里游动 还在那里推来推去 你说那个子宫会变多大 那吓死人耶 你男生你去憋尿憋看看 那个小小的那个膀胱 憋一下下就快受不了了 你看 这个承担有多重 而且子宫是悬在那里 他要旁边那个黏膜去轻住耶 厉害 男生根本想象不到 那个难处 所以三十五岁就是高龄产妇 我记得是这样嘛 三十五岁 你们查一下是不是 是嘛 我记得是 一般说法是 所以你看看 男人不需要这个问题 所以他到四十五岁 讨得到 讨得到二十岁的老婆 但三十岁过后 人家就那个胖胖的 为什么 生育的问题 生育代表一种社会行为 很难躲得开的 坦白讲 你不要说我什么歧视 我没有歧视 我完全没有歧视 不能生育的人 我的养母就是啊 那我不能歧视 我没有歧视 我只是说在社会上就是这样 本来生物上就是有看待 他有具有这种功能 而他在衰退跟危机 对不对 所以你要了解啊 这个 你观察众生的 所谓的这个恩啊 你要是不懂的念恩啊 你不懂得从很多的难处当中是念恩啊 那恩过了就过了 我转眼就好像好自然啊 你长大了啊 你没什么感觉啊 所以起始念众生恩 在一定修行的意义上 就断称跟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更重要了 我们今天其实不再讲断称了 再讲发菩提心 我们虽然讲的是声文的藏教 都把它挪到大圣来谈 这是因为我们最终是在发大圣心嘛 所以藏教的断称就别 你就别妨碍了一定有懂吗 懂吗 但是更重要的是念恩 那念恩就是发菩提心 那再讲一下 也就是说 发菩提心不就是在断称吗 这样懂吗 发菩提心不一定叫做断贪 但一定是断称 因为发菩提心一定是念恩 这样懂吗 为什么 菩提心叫做欲利一切众生共臣佛道吗 我什么动力要让这些众生共臣佛道 就是恩 就是恩 当然啦 恩是从众生边思考的啦 从佛边来讲的话 一切众生皆与诸佛无而无别 是所谓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那当然他超越了 这个我们说众生与我有恩的 这样子的一个层次 这样子的 再来 佛也度尽一切众生了 他能度的都度尽 在他眼中无一众生是不度的 所以他是什么 我们说仁至义尽这个太肤浅了 就是说他已经立一切众生无缺无憾 才能成佛的 所以这个时候在说佛说念众生恩是不太恰当 不是说佛不能念恩不是这个意思 但众生要念恩 为什么 因为众生有自私 受恩于一切 所以他要念恩 佛不必念恩是因为佛之所以是佛 所有思维一切思无尽的大利于一切众生 是一切众生受佛恩 不是佛在思恩于一切众生 不是这样 所以你祖从要看清楚 好要看清楚 有些外道他会把我说成这样 我曾经被执 也不算执疑 就是说他跟我谈起来的时候 他居然这样跟我讲 他说佛不是也要报众生恩 我说对啦 从某个角度说看起来像是 但其实一切众生受恩于佛 你要知道佛是怎么苦行的 对不对 那些苦行统统是为一众生而修的 是不是这样子 日食一麻 千锤万炼的苦恨 他是不是念念念众生呢 我们欠他多少 没他老人家我们有法华经啊 可以读啊 有极乐世界可以念啊 有四圣地可以修啊 有一切法可以文啊 暗暗人间有光明可见啊 我们只要听了佛这个字 我们就受恩了 哪是佛在报我们恩 不是这样 他那个已经报完了 所以圆满 实际上是这样 但是有时候你对外道 或者一般的凡夫 特别是人本主义者 很容易他会讲成这样 他把佛压低了 你懂吗 这点要注意 但我们众生分上 念恩OK 本来就要念恩 那你说众生恩 范围含着念三宝恩 但是呢 念三宝恩是先 没有三宝恩 你连众生恩起不来 做不到 请问你给你呢 如果没有了三宝恩 你拿什么报仲生恩 我请问 孟子不是说吗 跟养一只狗一样 抱父母恩 不会是养一只狗一样 给他吃暖宝 然后呢 他要生病 他要往生 你只能眼睁睁地看他受苦 你有什么方法 没有 是不是 所以 念恩的广大意义 是一切众生恩 含着三宝 但是念恩的发起 是从三宝恩念下来 也就是说 我未报三宝恩故 发菩提心 菩提心 施于谁 施于一切众生 这样就听懂了 念三宝恩故 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施于一切众生 对象是一切众生 发菩提心施于一切众生 是三宝恩 为什么 因为三宝恩才真正是动力 我就算不忍爸爸妈妈的苦 我要没有三宝 我能怎么帮爸妈离苦 或者帮我的丧亲离苦 得乐 你有什么办法 也就金金人最重 你去旁边看 好主也一堆 孝子也一堆 但是忙得跟五头苍蝇一样而已 是不是嘛 是不是嘛 爹娘马上就已经业障现前了 他还只能够找医生 赶快来搞急救 要不就是让他怎么样 不急救 叫做好一点死 然后呢 然后没有了 然后就只会找葬仪色 是不是 是不是 阿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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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吗 知道吗 所以你的神叫你来收乡 知道什么意思 拿天 就要拿发心 走到佛门没错 你知道吗 这真的是赚到 所以唯有佛法 一切恩总报 一切撑不起 单刀直入 所以我是讲得很烦 之后回归简就是这样 所以是不是很感动 听到这里是不是很感动 很有动力 所以发不提醒 念三宝恩 一切恩总献 念三宝恩就不忘众生 懂吗 因为三宝出世 为利益一切众生故 是这样 所以三宝的出世 特别是佛的出世 是这样 所以念念念佛 念念吉佛 感恩念佛 念佛感恩 神 我们求欧归 我们求欧弥陀佛 极乐世界也是 他照在永结修 为我往生极乐用 有没有 是不是 也是为了利益我们 他今天成就 所以念念佛 佛名念念佛恩 極大的感恩 就一定会去极乐世界 因为我蒙受其恩 所以你看这个 光一个念恩开出无边法门 在禅修当中 观修一个恩字 不是修无常观 所以有人问我说 大乘怎么修 这样修 修念恩法门 是一个很强大有力的修法 他们全性己修的修法 因为什么 因为念恩就发佛提心 佛提心是在静中修的 是可以在静中修观成就的 是这样来 那么以上 我们终于把 多称众生慈悲观了 大小称融合的把它说完 我心情感到很舒坦 很踏实 也很感激诸位 陪同我们一同完成 这个很辛苦的这段路 真的很辛苦 要理解这个道理 我也是耗劲耗了很大劲 去体悟去感受 然后一起来完成 你们的听经就在促成我的思考 而我的思考才会更有动力 所以听经文法是一场 是一场只观的修行 我们在这方面算是短暂的ending 我们下一阶段就是多什么 多闪众生 这个就比较一般 这是一个生理作用 闪掉这一类的 好 那我们先上到这里 向下文长 赋予来人 我们回向 众生无边事愿度 众生无边事愿度 理解大道 理解大道 法无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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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归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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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精障 深入精障 智慧如海 智归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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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愿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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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愿一意之功德 专严佛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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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报似众恩 上报似众恩 下祭三徒苦 下祭三徒苦 若有净闻者 若有净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禁止以报身 同身极乐国 同身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Namu阿弥陀佛 南無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